明明是自己睡过头却大闹公车 台北有一名男子搭台北客运 原本是要在头前国中站下车的 但是因为睡过头 当他醒来时发现过站 就要求司机要让他下车 但当时因为下一站就要上高速公路了 司机担心有危险就先请他回到座位 没有想到男子一听情绪激动 狠踹司机 公车行径中 男子站在司机旁大声要求司机 马上让他下车 但这边没站牌怎么下车 司机好说歹说 男子就是听不下去 最后情绪失控朝司机猛踹 一旁乘客全看傻了眼 究竟什么原因情绪这么激动 原来这名男子搭乘台北客运 原本要在头前国中站下车 但他却睡过头了 醒来发现已经过站了 也不管公车行径中 就要司机马上让他下车 只是下一站就是上高速公路 司机担心危险 但男子坚持要下车 司机不断安抚 最后只好让他在下一站下车 遇上乘客不讲理 司机也很无奈 46岁的林姓司机 在台北客运任职两年多 好心相劝却遭殴打 造成右手擦挫伤 当时公车上还有七八位乘客 影片po上网 网友也替司机抱不平 拍你当 还有人说难怪公车司机流动量这么大 没人想做公车司机 而受伤的司机公司也将协助他 对男子提高伤害 记者综合报道